营养素是指人体生长,发育和维持生命所必须的化学物质,主要包括以下几类。 碳水化合物Carbohydrates,是人体主要的能量来源,可以分解成葡萄糖供身体使用。 碳水化合物主要来自骨类、水果和蔬菜等食物。 蛋白质,Proteins,是人体构建和修复组织所必须的营养素。 同时也是酶、激素和抗体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蛋白质主要来自肉类、鱼类、乳制品、豆类和坚果等食物。 脂肪,Fats,是人体储存能量和维持正常生理功能所必须的物质,同时也是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脂肪,主要来自植物油、肉类、乳制品、坚果和种子等食物。 维生素,Vitamins,是维持正常生理功能所必须的有机化合物,包括脂溶性维生素和水溶性维生素。 维生素,主要来自水果、蔬菜和肉类等食物。 矿物质,Minerals,是维持正常生理功能所必须的无机化合物,包括钙、铁、铭、鑫等。 矿物质主要来自牛奶、鱼类、骨类和蔬菜等食物。 水,Water,是人体最基本的组成部分,也是身体代谢和维持生命所必须的物质。 人体每天需要摄入足够的水分来保持体内的水平衡。 营养素对人体健康和发育至关重要。 每种营养素的摄入量都需要在合适的范围内。 过多或过少都可能对身体造成负面影响。 因此,人们应该保持均衡的饮食。 摄入足够的各种营养素,以维持身体的健康和功能。